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4月4日 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个视频,内容是俄罗斯基本放弃断涅茨克和卢干斯克 断涅茨克将会迎来一场恶战 还请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咱们开始 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可是俄罗斯与乌克兰谈判的结果而解除 布林肯表示,国际社会对俄实施了制裁 将等看乌克兰会做什么和想做什么 如果美国了解到俄乌谈判可使冲突结束,需要解除制裁 那么是的,制裁会解除 制裁的目的不是无休止的制裁,而是改变俄罗斯的行为 接下来将发生什么,这取决于俄罗斯的走向 现在摆在俄罗斯面前两条路 继续在乌克兰入侵下去将会受到新一轮更严厉的制裁 如果能在俄乌谈判中把矛盾解决掉 俄罗斯还有机会让国际社会解除一部分制裁 对于俄罗斯来说,两方面都很难做出选择 因为乌克兰谈判的条件还有在克里米亚完全撤军 克里米亚回归乌克兰怀抱 现在从消息面上来看,其他的问题基本都已经敲定 俄罗斯对乌克兰提出的所有条件 从口头上只有克里米亚还没有谈成 俄罗斯现在对克里米亚的归属还抱有幻想 但恐怕好梦成空 从当前局势上来看 接下来的乌东地区会发生俄乌两军的大决战 俄罗斯将会以失败告终 乌东地区会被解放 乌克兰军队已经集结了近9万兵力 准备向乌东地区发起总攻 国际上援助的进攻性武器也在陆续到位 俄罗斯军队战力不会抵抗太久 有朋友会认为 俄罗斯把重兵集中在乌东地区 能够守住这块谈判桌上的筹码 要知道 俄军把其他战区的主力全部调往了乌东地区 看似增强了防御能力 但是乌军也能从其他地方腾出手来 向乌东地区集结 开战已经一个多月 俄罗斯军队整体上没有占据优势 各条战线均被乌克兰守军按在原地 不能推进 这就说明俄罗斯军队的总体实力干不过乌克兰 两军都把主力调往了乌东 俄罗斯军队同样也打不过乌克兰 乌克兰方面从谈判开始至今 没有对俄罗斯提出的任何条件有所让步 尽管网上说乌克兰同意了去军事化 不加入北约和欧盟 这种说法乌克兰方面没有证实 反而乌克兰的要价是越来越高 要让俄罗斯对战争全额赔偿 在领土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 因此不管有多少关于乌克兰提出的谈判条件 妥协的消息都不必相信 乌克兰对领土完整和自主权利的捍卫 不会动摇 最近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新一批援助将陆续到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鲍里斯约翰逊 召集盟友向乌克兰派遣坦克 称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召集盟友 武装乌克兰方面的历史领导力 基辅预计一批坦克将在几日内抵达 以支持他们加快击退俄罗斯苦苦挣扎的军队 今天约翰逊回应称 西方有责任向乌克兰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 以完成乌克兰为国战争的胜利 以应对这种征服乌克兰人民的野蛮企图 约翰逊说 在卑鄙的猛攻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 英国在伸张正义之前不会休息 英方将尽所能加强制裁和军事支持 并加强人道主义支持计划 以帮助当地有需要的人 约翰逊还给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 以保卫乌克兰免受可能从黑海入侵奥德萨的影响 与此同时 英国和美国正在协调来自30个盟国的额外武器供应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昨天也证实 一批来自北约的坦克将在几天内抵达乌克兰 这就是乌克兰人民接近全力为之奋斗的自由 继英国决定提供AS-90自行榴弹炮和德国提供的BMP-1步兵战车之后 由美国牵头北约国家中的前华约成员国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即将向乌克兰提供T-72主战坦克 这些主战坦克在服役过程中已经获得了升级 尤其是火控和通讯指挥系统 确定符合北约标准 而乌克兰军队又有使用T-72主战坦克的经验 能够迅速形成战斗力投入战场使用 五角大楼强调 这些坦克将在几天内而不是几周内交付 目前 英国援助的鱼叉反舰导弹已经抵达乌克兰 射程是200公里 实战命中率95% 乌克兰媒体昨天发布消息说 英国援助的鱼叉反舰导弹已经抵达乌克兰港口 奥德萨 鱼叉反舰导弹将会对马里乌波尔附近的比尔江斯克港口 奥德萨附近的海域 甚至是克里米亚附近海域的俄军黑海舰队构成一定威胁 俄军的海上优势将会被压制 还是那句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不一样的国家和人民在战争期间就会受到国际上不一样的对待 路透社今天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要求联合国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席位 美国代表这个要求一旦被联合国采取 俄罗斯接下来还会有被联合国暂停其他机构的可能 这对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降低 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向小国转变 其实俄乌之间的谈判 俄罗斯在五天前就已经有妥协的迹象 俄罗斯方面不再像开战前称断涅茨克和卢干斯克为国家 已经改口称为地区 俄罗斯国防部在3月3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 称自3月2日以来 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了6521.3吨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俄罗斯开展了703次人道主义行动 过去24小时里 在断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 扎波罗热、基辅、切尔尼哥夫、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地区 开展了19次人道主义行动 期间为平民提供了443吨必需品、食品和药品 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这条消息中 把断涅茨克和卢干斯克改口称为地区 这就是在谈判中将会妥协的迹象 这说明俄罗斯在战争的下半场会放弃乌冬 只求克里米亚的归属 但俄罗斯剩下的唯一的这个要求也不会实现 乌克兰不会在克里米亚上做出让步 最多也只是暂时搁置争议 绝不会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了俄罗斯 当然这种可能也很小 乌克兰一举拿下克里米亚完成统一是最大的可能 要知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如果乌克兰的决策者抓不出这个机会 以后会留下很多的隐患 还不如与俄罗斯的所有问题全部做一个了结 绝不能让乌克兰的人民被隔离在柏林墙内 这是对乌克兰人民的负责 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捍卫 乌克兰断捏磁克地区国家管理局局长帕弗洛 基里联克断除所有断捏磁克人 撤离到乌克兰更安全的地区 基里联克在电视节目中说 不仅在翻街线附近的人 而是整个断捏磁克地区的人 他强烈建议他们去乌克兰更安全的地方 乌克兰政府在某些路线上提供所有必要的交通工具 在乌东地区人越少 乌克兰军队就越容易保卫领土 因为敌人会利用当地人来实现他们的大胆计划 综合以上的消息 咱们可以看出来 在乌东地区近期将会有一场恶战 咱们拭目以待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